你覺得甚麼是樂利? 我覺得起碼我在看份譜的時候 我知道他要怎樣表達 就是整個 整個他希望我們表達一些東西出來 還有拍子那些東西 究竟我們是應該哪些位置 怎樣數才是數得準 譬如去到這些 一拉的話是突然之間一個 好像大概 你有沒有試過唱這個節奏 隻腳或者右手 或者打拍子 即是同一時間 唱那個數言律的節奏 和有一個拍子自己打出來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做? 沒有同時間打,又唱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樂利 因為我覺得樂利和演奏是沒有甚麼關係 如果你用理論那邊去理解 那就有些可惜 跟實際音樂是沒有關係 但是你說怎樣去數拍子 這個可以去講一下 這首歌是多少拍的? 四二 為什麼這首歌不是兩拍? 其實我也想問 它幾時會拿四二 幾時會拿二 我觉得标准就简单一点 我不会说因为首歌很复杂 所以我就要放多一倍的拍子 让我容易知道节奏放便 这个的话就是牺牲了音乐 而事实上两拍和四拍是两回事 你不要以为四拍就多过两拍一倍而已 不是密一点这么简单 一个小节有四拍的话好像有四摸墙在那儿 你一定没有这么流畅 再加上首歌如果是想写四拍的话 它不会作曲家是写二四 是不是?它不会这样写 它不会写二四 它在想的东西一定不是一个四拍的感觉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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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而因为你想四拍 所以你就在用这个速度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这首歌的主题 Humorisk 幽默曲 至少起开始那段是 感觉轻一点的 不是那么serious的 不是少些拍子 甚至少的 我知道節奏裡面好像有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如果你可以少一些拍子在裡面 少一些東西去管著它 那它就比較自由 你自由一點才容易一些去做到這些 Crescendo Dimendo 裡面有多些空間去給它 我不是說自由度是大到是長了 一拍或者長了 不是這樣 而是一個感覺上的自由 你就可以帶著這些自由去拉一首兩拍的歌 但是我用回一樣的速度 D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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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立刻硬了很多 這一拍你要拉右 這一拍你要拉 沒有一下子是沒有東西管著 你去聽一下從前的Recording 可能是一九三幾年 你會聽到除了他們拉琴的小提琴家 很多Vibrato 很多滑音之外 你可以選擇這東西去聽 但你也可以去選擇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free 它好像在跟別人在說話 Bum ba lum ba lum ba lum 它是連接那些interval一起去玩 Bum ba lum ba lum 這些不是一些距離很遠的interval Bum ba lum A去到D 這個有少少同學 不過都是很少 有多少度 A去到D 如果用sofar name的話 可以很快 A就是拉 D就是ray 拉哲多ray 4個 我唱了4個 拉哲多ray 4度 是否長了 是否跟正拍都一齊 嗯 它將正拍 stretch了 是否錯 如果你是一個很悶的人 你開著拍子機去看譜 是 它錯了 你拍到已經嘟了 它都不拉 它錯了 但是 你如果是用一個很language 就像聽故事的方法去 或者一個角度去聽 哇 哇 很特別 Dum ba lum ba lum Bum ba lum ba lum Bum ba lum Bum ba lum Bum ba lum 它不是沒有根據地 不如在這裏長一點 在這裏多 它不是 它是有根據 它知道前面一堆都是兩度 忽然間有一個4度 這個4度一定要特別一點的 它不斷拉出來 Dum ba lum 它告訴你 你看看這裏 Dum ba lum 又來了 Dum ba lum 它做的就是 陪聽的人 你看看這裏 你看這裏 Dee da dee da 它不是告訴你 我現在拉到 跟拍子有多準 不是這件事